哈嘍,我是娃娃 我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财源广进 然后希望你们都达到你们的梦想 然后我希望呢,你们进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可以带着你身边的好朋友啊 或者是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就揪一揪,欸新年嘛 就带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也希望你们在这部电影里面 找到你们很多中学的回忆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像我们这一班演员在里面 付出了很多第一次 有第一次跳舞的啊 然后第一次跟道具 然后第一次就是 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 就是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 欸,原来我中学时期 我漏掉了很多快乐的东西 所以希望你们进去看的时候 可以回忆一下你们中学时期的那个事 我是可琴 祝大家在突然间 讲完电影后再来个新年好快 就是大家在猴年呢 就是每天都 今年看看 然后喉咙美美 因为喉咙美美 喉咙要美美 喉咙要美美,声音要美美的 因为去看电影的时候 你可能会哭很惨 会 然后你可能就是 我们里面有一些唱歌表演呢 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所以喉咙要照顾好哦 嗯,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下这部电影 为什么一定要去戏源支持呢 因为第一就是我跟汪汪为了这部电影 牺牲了我们的长发 留了多年的长发剪这么短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短发的我们 素颜的我们有多漂亮 心虚一下 怎么样可以演一个搞怪又丑的人 但是还是有一点美女的气质在 这个就是很难的 很难去平衡的 所以你们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一定要进去揣摩一下 2月18 加油 成为一个美丽的丑女 加油 哈啰 哈啰,我是豪泉 然后2016年就是新的一年 过去的不好的都已经过去了 那新的一年呢 我们要 有新的不好 有可能会有 但是我们不要去管不好 我们都要往好的地方去 那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去电影院里面呢 看伴手少女 因为那个是大家的辛苦的成绩 作品 成品 然后希望 我们都很希望可以有好的成绩 然后 这样子才会有伴手少女 沙拉四五六 希望都可以一直拍下去 我们要陪你们到老 对,祝大家新年快乐 同年行大运 哈啰,你们好 我是Emily,张怜玲 好 新的一年呢 就祝大家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然后 每一样事情都好在雷啊 每次都说我自己 好劲啊 好劲啊 然后 然后 呼吁大家能够去电影院 支持我们电影 是因为我觉得 嗯 这部电影就是 能够勾起很多人在中学高中时代的 很多 讲过了 像这样子啦 新的 新的 你们可以去 看了这部电影呢 给你们更多的那个 激励兴趣 追求你们的梦想 你讲过了 讲吗 我就收完第一个奖吗 你们收完了 你们想不想看熬拳剃光头呢 你完蛋了 啊 啊 新的吧 我觉得不会有学校有剃光头的吧 有啊 有 为什么 我们已经毕业了 你可能毕业了 伴手少女三你已经毕业了 对啊 就可能去当那个 当主任 因为 因为有 我们有承诺就是 破多少 200万 200万的话 我们熬拳就是 梦光头 然后我们就会有 伴手少女三 突然间 希望 成绩不要太好 有了 好 OK 我OK 可以带法套吗 所以 任何人想要看熬拳 就是 还有朱俊成 还有 对啊 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 帅哥男主角 梦光头的话 记得要去到电影院 支持我们的 对 购票支持 加油 加油吧 加油 靠 小雜